《天理報告》 大家好,歡迎收看11月28日星期五 黃昏的天理報告,我是楊鑊賢 先帶大家看看一些很美麗的風景照片 以下下來的幾張圖片 就是早幾天在台灣著名的風景區拍攝 大家千萬不要因而讚嘆 因為這些這麼翠綠的環境 很有可能就是氣候變化大環境下的一個警號 原因就是當地人告訴我 其實這個時段應該是偏山紅葉 但由於氣候偏暖 所以就算有些風葉變成黃色 很快也膚毀了 香港的情況也是有一個持續偏暖的狀況 我們看回由五月打後 到差不多在月接近尾星 我們看到月平均值的氣溫值 都是比起長期氣候平均值偏高了 至於今日的情況也是挺暖的 初時今天是比較多雲 但到下午開始雲開始散了 看回陽光 所以下午普遍看到氣溫 都在25度或以上都挺暖的 特別是新界西北部那邊 氣溫更加超過27度 大範圍的情勢 我們看回衛星雲圖看到了 有陽光的天氣原因 就是因為華南地區的雲層比較薄 所以日頭時段就要陽光 雲比較多和厚實 其實就集中在南海南部這個區域 這個地方的雲團其實是和熱帶風暴 深拉克是有關的 在短期的預測方面 我們預計在廣東沿岸 基本上繼續會吹著一些偏東風 天氣就會偏暖一些 其實整體的天氣變化不會很大 在南海南部 深拉克將會採取一個西北偏西的路徑移動 對我們的區風力就沒有大影響 但值得留意就是同一時段 在周末期間 將會有一股強烈的冬季國後風 就會抵達到華南沿岸地區 屆時就會令到這區的天氣顯著轉涼 而且這一輪的冷氣活動 就沒有那麼快停下來 我們預計去到下週中後期的時間 有另一股國後風的補充 會抵達到華南地區 屆時就會令這區的氣溫進一步推低 總結來說 我們預測今晚和明天 將會大致多雲 明天有一兩陣微雨 氣溫會介乎在22至25度之間 就會吹一些和緩的偏東風 風勢間中會清淨 展望星期日的氣溫變化不大 都是偏暖的 但值得留意到下週初 將會顯著轉涼 還有幾陣雨 特別提醒大家 到下週中後期的時段 氣溫會進一步下降 到15度以下 所以在此呼籲大家 趁週末期間 最好準備換季 換回東莊 香港天理就說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週末 再見